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她就有一些好奇心 第一呢 你作为一个女导演 怎么对英雄这么感兴趣 这个也没有 平时没有什么太多对英雄的一个想法 就是好像我们生活里面不太提英雄 好像提起英雄觉得也没事吧 然后是有人说我想提英雄 我想做一个关于英雄的事 是没事吧 但是武侠可以做 对吧 武侠可以做 然后美国英雄可以接受 你提中国英雄这个事就有一点显得 就北京话叫比较二 比较二 然后要不然就比较左 比较高大上 反正都是别人嘲笑的对象 对 反正都不是都有一些负面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一个正面的东西 好像显得不正常 好像负面的东西显得很正常 就像说那个扶个老太太 老太太摔倒了 你扶个老太太 结果你扶老太太 老太太讹诈你 结果最后是因为他讹诈了你 而不去扶 还是扶本身这件事情 是你的良知 是你的善心 所以就说英雄这个事情 他怎么就不能提呢 就是他确实是可以提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的缘起 其实我做戏的一个缘起 还是被美国人刺激了一下 怎么刺激你了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 跟美国白老会想要合作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和另外的一个游戏公司的朋友 就和那个美国负责这个项目的 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制片人 就谈了一下我们有一个像兵马俑霞拯救世界 这样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大纲 然后就跟他谈 谈完之后这个美国人呢 是个犹太人 平时他跟我关系很好的 结果那天正式谈这个项目 他也看完了所有的PPT之后 他说你能准确的说出你们一个中国英雄的名字吗 就他突然就提这个问题 然后提这个问题 我当时想了想雷锋 邱少云 还雷锋 然后雷锋之后 然后我就浩瀚的五千年文化 就往外走 你知道吗 就腾腾腾的就在我脑海里面 我就堵车 有点堵车 然后我就没说出来 我没说出来 我旁边的这个朋友也没说出来 我们大家都没太说出来 愣了一会儿 然后呢 这个美国人就说 你看说你们不能准确的说出 你们国家一个英雄的名字 说你们中国对英雄的概念是缺失的 说你们英雄这个概念 只能由我们美国人来输入 说你还是要做一个传统一点的 有点爱情的故事 然后至于你的阵仗 至于里边的内容 就我们来去填充 美国式的英雄 他就是提了这么一个 提了这个之后 然后我当时就 比较 就是 心里有一点点触动 然后就 大家又聊别的 来到后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这样 我说我会按照您的想法 我说我再出一个方案 再出一个方案 咱们看一看 这样呢 我们就 就谈完了这件事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旁边这个游戏公司 这个朋友 想跟我一起做这个项目的人 就说 说这个事情很 很挫火 很挫火 说这个事情如果是 我们自己问 可能还好 说但这个事情 有美国人问出来的话 说这个 而且问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说那正好我们在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们说那好 那就先再问一下 当时九个人 我数了一下 说比如像文涛说 你说说 你心目中的 中国应从您的 准确地说出来一个 第一反应 这九个人的第一反应 都是愣 就挨牌问 然后 邱少云 然后有一个 说你问这问题 不是这问题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问 回答我这话 是个90后的 一个朋友 说没什么关系 也有关系 说那你就回答我问题吧 然后那个孩子想想说 我爸 说的他爸 然后还有的就是 就是说都不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 都是会说 哎呦 我就去想想我课本怎么说的 这是一个回答 那还有就是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基本上九个都很惊讶 后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有意思 我们说那能不能把这个事情 做成个戏 就让大家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就由于美国人提出来的 后来我们就跟美国人聊 然后跟美国人聊以后 这个美国朋友有意思 有一个美国朋友 说 比如说超人呀 蜘蛛侠 他说的都是美国电影里的 后来我们说 你能不能说出一个人 一个真人不是虚拟的 也是愣了一会儿说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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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说个好像林肯 丁光五四说了几个 好像美国政治界的英雄 也许他会说 埃森奥威尔 巴顿将军 反正就是 就是那些 就是这个就激励我们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就其实也是刺激了我们 就是做一个事 就在我们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就又遇到了 就是 就是就很多阻力 就我们首先 我们创作集体的这些人 做的时候就也都不太信 就不太不太不太信 这个题材能够在观众中产生影响 而且就说 这有什么弄的 这普遍的 这有什么意思 就是英雄 所以他这个 我看他接受采访啊 讲的一个还挺有意思 就跟美国人 美国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就是比如说中国人过去讲啊 呃 不以成败论英雄 嗯 其实你说英雄 我觉得要叫我说 我也能说出来 比如说关羽 我觉得关公就算英雄吧 岳飞就算英雄 那么你看 呃 他就觉得呢 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不以成败论英雄 你发现没有 中国这个英雄 很多啊 历史记载都是失败的 荆轲 嗯 对吧 这个项羽 对吧 感觉刘邦是小人 项羽是英雄 不肯过江东 但是是失败的 诸葛亮 最后也是壮志未愁 对吧 关羽最后也被砍了头 等等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观察 他说你看美国电视剧里 这个英雄 电影里的英雄啊 都是不但赢了 胜了 最后还抱得美人归 美国这英雄 好像感觉下场不错 你有这观 你有这观察吗 这个问题讲讲的很深啊 牵涉很多很多的理论 首先你刚才讲 那个英雄这个概念啊 其实如果单单直接这样说 英雄这个概念 他他不是我们中国概念 他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然后呢 他又跟我们中国的 一些个文化的一些概念又相通 你刚才讲的这个几个不以存败论英雄啊 其实不是 其实都得失败了才做英雄 赵子龙我们不叫他英雄 官公我们才叫他英雄 你看这个不是你本领大打胜仗 我们叫他英雄 赵子龙我们叫做常胜将军 我们不大会用英雄来形容他 相语跟刘邦的例子是太好了 这个就是啊 这个古希腊悲剧啊 对于男主人公这个英雄 Hero的定义 就是一个高贵的人因为小错而受到大罚 他有一个定律的 就是这个主人公一定是一个高贵的人 他因为小的错误最后受到大的惩罚 引起了我们的怜悯之心感 一种感情的进化 这样的人叫英雄 那你说一个 嫖了个仓给判了个死刑 英雄不高贵 不高贵 小人犯错误演出了一个滑稽的喜剧 这个是喜剧 英雄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不成功 这个就是在中国 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做这个事 我们也查了一下 他也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草之精秀者为之鹰 兽之特群者为之雄 英雄 然后这个英雄的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解释里面 似乎比较多的是用在说 头头头目头脑头人 好像这个是往头上走 那你不是照你刚才讲 美国人不也列华盛顿 林肯 这也是头头脑脑啊 对 就是但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英雄 他是比较成功的 那中国的这个 无论是头头还是头脑 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在一个某个利益集团里面 然后呢 他产生下面产生的这些 人 大概我们能够传送的都是 死了的 死了的还挺多 然后他又有一句话 就是说 牺牲 自己成就他人 就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就是他这个概念还是挺简单的 我明白了 我们的就是什么 出头的船子先烂 先烂的这种人呢 给你一个封号 英雄 是吧 这家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其实呢 最近正有一个英雄的话题 你们赶上了 这个军报都批评 就是邱少云 就是说现在 不要说邱少云了 我这几年在网上看的多了 比如说刘胡兰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杀了刘胡兰 是不是因为刘胡兰先杀了一个村长等等 这都是可能是谣言 但是我没有考证过 又是黄继光说怎么堵枪眼 说这个不符合这个什么什么生理学 早就得打烂了 那机枪早把人打飞了等等 邱少云对吧 其实这个军报的这个批评文章 我看我觉得他说的我都能同意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要能再加一个自然段 他会让他的这个批评 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在一个几十年前吧 这个人民日报这样的最高的宣传媒介 都曾经头板头条 亩产过万斤的这么一种状况下 这么一种记忆 比如说美国人最最最最最明白这个了 就是你过关 你说一句假话 你就载入记录啊 我我我直接就怀疑你以后说的所有的话呀 而且我会可能一辈子都不信任你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铺垫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啊 对于一些英雄人物啊 呃的宣传 对吧 呃就是我们的宣传工具 也曾经说过假话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啊 我觉得现在啊 我们对英雄的认识就能更全面 我我看到了有一个对邱少云的 哥哥还是弟弟的采访 嗯 就是人家就问那些问题 就是说烧了以后 是他身上的炸药什么 会怎么不爆炸啊 还有大白天那个烧了以后 就总之是说什么烧了以后 人不动 违反生理学的常识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他在具体的问题上 他都说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当然他很愤怒 他觉得那些烧烤说啊 这个是非常侮辱英雄 嗯 我像下面的跟帖也很多 我总结了一下 我发现英雄里边啊 大部分 成为宣传的英雄 都具备一个情节 就是牺牲 嗯 就是王杰 呃 欧阳海 欧阳海是一个马 在铁路上 把那个马推开 他说 否则的话 火车会翻掉 那这个 那个秋少云 黄继光 我们都知道 但是 我一直有个疑问 我很小就有个疑问 最大的英雄 他不是这样 舍起救人牺牲的 是 雷锋 你看 这一批的英雄里边啊 对 雷锋是 是意外事故 哎 他是个意外事故 我很小的时候 我到 我自己批判我那个思想 我那个时候有过这么一个思想 对 我就想 他好像没有王杰啊 欧阳海 他们 他们你看都命都没了 你觉得死的不体面 我觉得这个雷锋 他不是这样死的 他是被 倒车 撞了一个杆子 不是一个意外 为什么雷锋是一个最大的英雄呢 当时呢 当然有人觉悟不高 当时跟我灌输个思想 说他是 那时候因为主席 他们都提字了 这也有关系啊 他提字了 后面很多人就没那么多的提字 后来我另外一个比较善意的理解 就是说 雷锋这个英雄啊 比其他的英雄更容易学习 因为 从小事 从小事 别的英雄啊 你说王杰 我们学王杰 学欧阳海 别的我们都忘了 忘掉的就最后 忘不掉的就最后那一刻 舍己救人 可能舍己救人 我们做小学生 我们都会说 我们也会舍己救人 还没碰到这样的时候呢 对不对 雷锋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天堂我问你 你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哈 假如一个人冒着被老太太讹诈的危险 对吧 明知这老太太肯定讹诈我 但是我还就救你了 这算英雄吗 你这起码算个好人吧 因为我这次做这个事情 我起码有一个 就是理解 对我挺教义的 就是 你就无论说是你竖起来的英雄 那竖起来英雄像黄金光 这个邱小云这样 那肯定军队里有这么个人 有这么个事 那才在 我要找英雄 我得找这个真人 还有那么多人 军队里那么多人 我要数 我不可能拿一个虚拟的数 我肯定也是有这码的事 对 包括雷锋 这个雷锋就日行一善这事 他写日记 你要写他得帮助什么人 或者怎么样 做好事不留名 我觉得这个就挺不容易的 还有前一段时间网上也有 就说这雷锋说 写了个日记 说想上天安门 起了好几次范儿 想上天安门 结果这个下面跟帖 全部都在 骂这个雷锋 就说这个作秀吧 当初这个雷锋 我想当初这雷锋 他肯定没作秀啊 就他当时写日记 说是真的呀 然后他就被车撞了以后 他成了 就说这人去世了 然后我们要述这么一个英雄 然后把他东西拿出来 那这个都是人家的真情实感的一个流露 你这个要都不信了 那也挺可怕的 而且我们这次在做这个英雄的这个事情 这个很冷漠 90%冷漠 中国人 中国人 我们采访的一些有些中国学生 大学生 我们有一个视频 就是他们就英雄这个事 问问这个各路人等 咱们可以看看是什么反应 不知道 我哥哥就是英雄 你去问他吧 我感觉到他 这是英雄跟我没拍起 你要去 爸还是现在的英雄 你爸爸是英雄啊 这一问有点太大 你能回答 我还没想过 不知道 你需要回答一个人吗 这是什么样的英雄 这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兄弟现在打仗的也是英雄 但是他影响范围小一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能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呢 我不知道是英雄是英雄 是英雄是英雄 是英雄是英雄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只能帮助更多的人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呀 能帮助更多的人去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呀 我觉得是父母吧 都是英雄吧 你能准确地说你心里当中的吗 黄济光 姚明 实在想的是雷锋吧 还有责任感 保家卫国嘛 一天立地独当一面的那种吧 越岁一样 门人 你跳过那 高济光 不过这个事啊 它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需不需要有个英雄呢 我们心目中没有英雄 我们活不好吗 没有 我觉得就是说 当美国人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确实是个事 我们做了一个小事 没做一个大事 就是说 我们这个英雄 怎么 如果说我们的英雄之间多么大的事情 那那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做了 那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因为生活里的这么一个真事 然后我们做了一下 结果做了一下 没想到 就是真的非常的冷漠 就从我们的创作人员就开始说 没事吧 做这个干嘛呀 然后就有票房 这个 说是您要做一论证据 知识分子系 那你让大学历演得了 说你这个 弄这个嘛 说这是不是会很学术啊 就关于这个 关于一个英雄 是不是有概念 然后英雄概念是没有的 你能准确地说出 你心目中一个中国英雄的名字吗 都都停顿 但是我也说不太清楚 就是说什么样的叫英雄 然后我们就梳理了整个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英雄谱 我们都都从先秦就开始往下捋 捋了很长的时间 那做的也不是太详细 很粗糙做的 但是就通过这个 这个大家一起的创作的时候 还是挺有感触的 就觉得这个 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学说 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人的精神层面上 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现在呢 就是大家都 我不知道是这个 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漏洞 我觉得在这个教育里面 还是有漏洞的 我们到现在 如果说这个英雄这个概念 不管我们自己曾经有过 还是西方人提出来过 就是说这个英雄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起码建国以后 我们是输过的 然后这个英雄好像是要帮助大家 那作为一个帮助大家的人 如果都是90%的质疑 那那这只能真是说是 是件事情了 我们的有的朋友就说 就拍摄完了回来说 就摔东西 我说他真是挺令人发指的 说怎么了 说因为因为拍不出个什么 我为什么拍不出 他说因为怎么这么奇特的冷漠 是因为我们多少年来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把英雄跟榜样两个概念混起来了 所以英雄呢 多少年来就是用英雄来做榜样 role model 美国人呢是白日梦 美国人的英雄是不存在的 他不用学习的 他超人 蝙蝠侠 他是我们的侠客 他跟我们的侠客呢 也有区别 他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有特殊的技艺 技能 然后又有特殊的道德 但是呢 他必须有另外一面 他做一个常人 他喜欢的女的是个普通人 超人呢 他一面飞天飞地 救国救民 另外一面回到办公室里 他必须老老实实做个男人 终于一个女朋友 而我们的侠客是跟 不相干的 可是你刚才我们后来讲的雷锋啊 那一些呢 其实是我们叫 就是榜样 就是我们生活中可以学习的 这个东西呢 很实 但是一旦幻灭的话 你就连概念都没了 你比如说 我的这个个人 咱们就进行自我调查 好比雷锋 你说这个日行一善 他我比较不大觉得雷锋是英雄 我会觉得他是榜样 比如说 但是这个英雄这个东西啊 你看 我也很能理解 刚才采访了一个人的一句话 没主要有人问我 我也这么说 就是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呢 英雄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知道我不是 那么他是呢 我尊敬他好了 我有或者没有他 跟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跟你说 田道言 我跟你讲讲 就说我这个心里有个情意结 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就是我不知道这是 这是天生就有的 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 小时候种下的一种东西 我现在看电影 那个英雄儿女 那个王成 有时候电视上 电视频道又在播 我只要一看到他最后 阵地上就剩他一个人 拿着个话 向我开胖 向我开胖 我就哭哭的 我就撕心裂肺 咬着被子脚 我就哭啊 我就摆世不爽 你让我再看 我看到那就哭 这但一出门 是吧 救人 甭找我 那肯定 但是呢 我为什么会老是就 包括好了 出门了就喊向我捐钱啊 向我捐钱 就包括这个 我看这个好莱坞的电影 这个文道就觉得我可笑 说我看蝙蝠侠都哭 我看这个蜘蛛侠我都哭 我就去 你比如说那个蝙蝠侠或者蜘蛛侠 就是最后即将现身的那一刻 说了一个说 你永远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 还是坏人 我选择做一个好人 等他就去了 我就哭了 我好像对这个啊 泪点非常低 那你 你觉得这是 心中的梦啊 这是什么毛病呢 英雄是一种梦啊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可能 就是 纯 如果是纯物质 纯这个 嗯 你的生命过程中的一些 一些阶段性的 常识性的生活状态 和你本身作为一个人 你有一个 好像似乎你达不到 但是你很想超越的一种 什么理想和信念 一种什么支撑 那个东西可能会让你一下子 其实那个就是信仰嘛 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说内户反穿 这家伙叫超人的 他不是就是因为他的二战之后 美国人也精神低迷吗 然后大家就创造这么一哥们吗 这个人是个超能力吗 然后这个人心怀人类 然后这个人是做的所有事情 由于他有超能力 他绝不失败 然后最后他抱得美人归 然后政府嘉奖 然后生活幸福 比如像这样的人 那美国人他心里也是个盼向啊 他也看到这样的人 他觉得又他可能生活里面达不到 所以他虚拟的这些所有东西 都是其实有他的基督教的 有他的这个宗教的 我觉得有宗教的 有您那个感动 我觉得是有信仰的一个 共产主义教育的 结果是吗 有可能 但是是一个真的是人是要有精神的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生命的意义 我又觉得其实某种英雄情节